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天 大陸方面出招 阻撓美國領事館放售宿舍地皮 而在同一時間 原來台灣方面也不約 收緊了中資企業 前往台灣投資的三項規定 其中一項說明 凡是具有中國黨政軍背景的企業 禁止前往台灣投資 可以說是落了一個重招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一齊講一下 究竟台灣方面 是怎樣限制中資企業的投資活動 台灣經濟部 今天正式發佈了一份公告 宣佈要修正中資的投資辦法 嘗試來堵塞漏洞 這份經過修正的大陸地區人民 來台投資許可辦法 今天就正式實施了 這次的修訂總共有三大特點 第一就是修改了對中資企業 三成門檻的計算方法 由原先的綜合持股計算法 改為分層計算 以往是怎樣計算的 就是每一層的持股 是乘成這樣計算的 比如說有一家A公司 中資股東佔了四成的股權 A公司投資到B公司 持股是兩成 如果乘回的時候 其實B公司的中資背景 只有百分之八 因為四成乘回兩成 其實就是百分之八 是對的 問題就是 這樣計算的時候 遠遠低過所謂三成的中資門檻 變相使得很多具有中資背景的公司 達不到這個門檻作出規管 反而還會把這個公司 認定為外資企業 但是經過修正之後 反正那家A公司 中資背景是超過三成的時候 無論他投資到BCDEF公司 都好 那些公司全都當作中資背景的公司 當然現在這套辦法 這個規管是嚴格了很多 以往真的把你的股權相成之下 計算你的實際持股量有多少呢 現在就不是了 反正你背後那家公司 是有中資的手影 是超過三成的 就已經當了你這家也是中資了 所以一切就是從嚴來規管 那這個是有什麼好處呢 對於台灣來說 他們就是想避免有些公司 利用多層次的投資架構 來掩飾一家企業的中資本質 那現在通過這種辦法來驗證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無所遁形 好了 今次的修正辦法 第二個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限制中國的黨政軍企業 前往台灣投資 台灣經濟部就說 過去呢 只是對於那些具有中國軍方色彩的企業 才進行嚴格的審查 經過修訂以後 就確定了 中國的黨政企業都是受到限制了 未來 所有中國的國營企業 黨營事業 或者是由黨政人士來經營的企業等等 都會一律被列為中資的了 按照這套修正辦法來檢視的話 某程度上有不少那些自稱為民營的大陸企業 都應該會落入這個黨政軍企業的框架 因為凡是由黨政人士經營的企業都不行 其實有很多民企都是由黨政人士來經營的 那些民企老闆是黨員 所以很有可能落入這個黨政軍企業的框架裡面 第三個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增加中資具有實質控制力的樣態 什麼意思呢 即使中資背景的股權 是未達到三成的門檻也好 但是假如他們透過某些投資行為 協議等等 達到控制的力度的話 都會使得那家企業被認定為中資 當然這就是由台灣經濟部來定奪 到時候那些所謂白手套的企業就沒有作用了 因為別人一察覺得到 喂 根本上你背後實際是由中資控制的 那基本上他都當你是中資的了 白手套都沒有用 台灣經濟部現在公佈這份 所謂修正中資投資的辦法 很明顯反映到 蔡英文政府是銳意 要降低中資企業對台灣經濟所產生的影響 之前這個馬英九政府就膽禁向大陸方面靠攏 甚至乎還想簽那份服務 當然後來就被那個所謂的太陽花學運搞亂了 其實當時就很盛行一種說法 就算連藍絲之間都很流行 就叫做經濟統一 意思就是說 大陸通過經濟手段來支配台灣 從而實現得到 類似於統一的狀態 當時馬英九執政的時期 就不流行說什麼武統台灣 因為當時馬英九就是向大陸靠攏 和大陸的關係很好 當然現在大陸就喊打喊殺 不斷說武統台灣 連經濟統一這一招 基本上都是被蔡英文政府廢了武功 老實說 就算在兩蔣的時期 這些大陸的所謂黨政軍企業 根本都是不可能去台灣進行任何的投資 只不過後期去到逐漸開放的時候 又說要實施三通 諸如此類 才慢慢變成有中資企業去台灣投資 實際現在蔡英文政府所做的事 無非是將時針回撥到兩蔣的時期 限制這些黨政軍企業去台灣投資 如果純粹以台灣的安全角度去考慮的話 你還可以說他這一行的措施 是叫做撥亂反正 當然對於大陸來說 就肯定不時未疑 給你在這一樣又說計中資 那一樣又說計中資 總之按照現在修改的辦法來計算 很多具有中資背景的企業 完全就是現形了 除了這些企業之外 原來目前大陸媒體駐台灣的工作人員 已經剩下16人這麼多 留在台灣撐牆 為什麼會走剩這麼少人呢? 在疫情爆發之前 大陸媒體記者可以申請三個月的簽證 必要的時候可以再延長一次 最多就可以在台灣逗留六個月 不過在目前的武肺大流行情況下 台灣方面已經不斷延長駐台的大陸媒體記者的居留時間 當然大陸記者就叫做有出沒有入 為什麼呢? 因為早在年初的時候 台灣就宣佈果斷封關 禁止所有一切來自大陸的旅客 無論是公幹的也好 遊客觀光的也好 全部都禁止他入境了 於是人家才能守到零確診這麼久 所以現在就在台灣 只剩下16個大陸媒體的記者 那麼大把 好了 接著又再講一下 台灣方面 對於香港或者澳門人士 投資移民的方案 就有了放寬 投資移民有分兩種 一款就叫做投資的簽證 另一種就叫做創業家的簽證 投資簽證就需要投資六百萬新台幣 設立公司或者是注資在現有的公司 最快一年就可以入籍了 創業家簽證就只需要投資兩百萬新台幣 但是目標對象和門檻就相對較高 公司的營收和營業額也要達到一定的標準 而且要連續居留滿五年 才可以申請定居入籍 所以如果一般人選投資移民 都應該會選貴一點的居多 當然現在有這個BNO的五加一簽證豬肉在前 變成了移民台灣的方案 就叫做多一個選擇 相較之下就肯定吸引力會小了 因為你BNO五加一簽證 只是大家都是計現實的東西 你計上簽證費 再加上國民保健費 就算一加幾口 加起來也不用百六萬港幣 所以哪邊比較划算 香港人就很會選擇 當然現在直航前往英國的航班 已經停飛了 直到一月初為止 但是仍然是有很多轉機航班 如果是有一個很大的決心 說要去都沒有說去不到 但是現在英國爆發的疫情這麼嚴重 再加上經濟又不是那麼好 尤其是在現在那個變相封城的期間 找工作都難些 所以既然都是這樣的時候 一月三十一號就已經開放申請 這個五加一簽證 可以在香港申請 所以那些鐵下了心牆 一定說要移民去英國的人 不爭再等多一頭半個月 起碼讓別人解封先 去到都舒舒服服 安頓起來 最後我想說說公務員宣誓的問題 今天有多家媒體也有引述到 華園會取得的內部諮詢文件 原來公務員事務局 在今個月24日 向華園會發出一份 宣誓聲明要求的預覽本 裏頭就除了寫了誓言出來之外 還說到是怎樣算是違反了這個誓言 其中一樣就說 公務員當要表達個人言論的時候 如果他是忽略了表達的媒介 渠道、方式、對象等等是否合適 而導致社會人士 將這些個人言論和表達公務員身份 關聯起來的時候 導致他人覺得 或者懷疑他們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可能會有所偏袒 或者令人對該名人員所屬部門 或者職系 乃至整個公務員團隊所持守的原則 和信念產生質疑的時候 也會對於所謂盡忠職守 對香港特區政府負責的誓言有衝突 視乎事件的影響和嚴重性 可能會被視為違反誓言 一說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是很嚴重的 發表個人言論 無論你在Facebook上也好 Mivy也好 或者是好像李文亮醫生 你在微信群組 WhatsApp群組說得好 只要受信人覺得 你說這番說話 就是以公務員的身份來講 或者令人覺得 我懷疑你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會有所偏袒 這樣就已經是叫做 和誓言有衝突了 基本上就是不用發言 如果是這樣說 尤其是按照他這個字面解釋 就不只是公開發言 他才說有所規範 就算你說私底下 在那些吹水的群組說 隨時被人截圖 都可以匿名篤灰 所以這些宣誓 其實是很嚴重的 你變成不說話 當然是最安全 但是做人不說話 到底有沒有忍呢 那就見仁見智了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